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今天5月24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国内要闻 中美首次关注网络安全的专家组高级级别的对谈 近日在华盛顿举行 美国的白宫高级官员指出 这次会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美首次网络安全问题高级专家组级别会谈 5月刚在华盛顿落幕 美国白宫官员就指出 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 这样的势头应该继续保持 我们很感激烈的决定 我们很感激烈和决定 在川普通过去的决定 在川普通过去的决定 我们看到中国的决定 非常关注的决定 非常关注的决定 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 近日在华盛顿指出 中国确实遵守承诺 大幅减少了任何形式的商业网络盗窃 这也得到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证实 虽然中美网络合作增进 但网络安全议题仍然受到美国各界广泛关注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在4月提出的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草案中 要求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鲁珀·斯伯格 在内的两党议员都表达了支持 鲁珀·斯伯格22号指出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了21世纪的战场 根据美国网络司令部公布的网络战略 美国要在2018年组建133支网络任务部队 由大约4300人组成 其中约1600人 会作为作战任务小组的成员 执行具有攻击性的任务 凤凰卫视 王宾如黄卓 华盛顿报道 今日在休斯顿召开了美南地区首届中美创新与投资大会 150多位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 与200多家美国公司探讨合作 共谋发展 美南地区首届中美创新与投资大会 日前在休斯顿召开 大会由美中创新联盟 中国科技交流中心和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共同主办 着重于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 新能源与先进制造技术 数字新媒体与通讯科技三大行业板块 旨在推动中美创新资源的对接与合作 美中创新联盟主席哈里斯主持了开幕式 休斯顿市长特纳表示 张开双臂 欢迎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李强民 介绍了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两国科技创新合作符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 具有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广阔前景 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金晓明表示 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 多领域深层次的科技对外开放 与国际合作格局 美南地区在生命科学 计算机 信息技术 能源环保 农业科技等多个领域极具创新潜能 大会吸引了150多位来自中国创新基地 和知名企业的代表 在此与200多家美国公司探讨合作 共谋发展 大会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主题报告 分组研讨 投资对话 项目录演 产品与服务展示 商务考察等单元 中美双方通过充分交流 取得了多项积极成果 大会获得了圆满成功 对打造一个中美之间 合作创新的大平台的一次尝试 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创新的强国 中国自己也有自身的优势 我们相信今后中美在创新合作方面 一定会有更大的成果 会议期间 上海依惠股与休斯顿科技中心 举行的签约仪式 中美创新科技孵化器合作 将成为双方新鲜企业的成长摇篮 特业记者欲为穆时休斯顿报导 美国政坛和风险投资界的风云人物魏斯里 曾经是加州省记长州长候选人 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的早期投资人 如今更是清洁能源风投界的领军人物 来看本台记者刘海平对他的独家专访 在魏斯里眼中 中国政府与民众在过去20年间 取得了很多封面的成就 最令他赞叹的 就是解决人口贫困问题的能力和速度 维斯里还认为 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 完全可以更进一步 新兴技术的规模化和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有机会实现完美结合 过去20年间 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等 清洁能源领域实现了突破 期待未来不久 看到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 维斯里的妻子余慧文是香港移民 他们的家庭多年来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 在教育小孩学习中文方面 夫妻两人更是理念相通 曾经担任加州审计长的卫斯里 虽然2006年向州长宝座发起冲击卫国 但是十年来 作为硅谷地区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他在奥巴马总统的两次竞选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现任审计长江俊辉宣布参选州长后 不少人也关心卫斯里 未来是否会再度从政 无论是当年从政还是目前经商 卫斯里一直在与中国政府机构或企业打交道 他也期待加州政府官员能够努力拉近与中国的关系 带动加州经济发展 方航卫视刘海平谢维旧金山报道 祝有国民歌王之称的周华健 刚刚在纽约成功结束了个人演唱会 并将于明天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伊丽莎白女皇剧院再次开唱 他表示此次世界巡回演唱会从去年开始 用歌声纪念自己踏入歌坛30周年 祝有国民歌王之称的周华健 刚刚在纽约成功结束了个人演唱会 并将于明天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皇剧院再次开唱 他表示此次世界巡回演唱会从去年开始 迈入今年是从业第30个年头 同样将用歌声来纪念 给自己的一个回忆也好 会说在某一个年龄层的时候 就会办一个30的演出 所以将会举办的30的演出的内容 跟我这次是不一样 谈到国内乐坛发展 周华健表示相信中国歌手将逐渐走向世界舞台 在未来的一个年代里面 会有一个全球性会红的一个艺人 应该是在中国出现 除了人才的多 跟那个竞争力以后的一个磨练等等等等 好像越来越近 此次演唱会由维志集团主办 据上次周华健在温哥华演唱已有10年时间 周华健表示希望有更多机会将歌声带给温哥华的观众 凤凰卫视李东尼 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 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继续回来关注美洲快讯的具体内容 感谢回来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美洲快讯的具体内容 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 爱荷华 以及俄勒冈州三个州去年山火平升 但同时一种珍贵的食药两用真菌 养赌菌在山火后产量也明显提高 这种真菌近来吸引了不少采孤者前往当地采摘 每磅零售价可达20美元 以爱荷华州百叶国家森林区为例 采孤者最多每天可采五加轮的养赌菌作为私人用途 若要采摘更多 则要向当局提交200美元 申请为期21天的商业牌照 百叶国家森林区发言人哈里斯表示 该区内养赌菌属于先盗者先德 但也呼吁民众采孤时注意安全 小心在树林内迷路 据报道 维珍航空公司一架原定 从丹佛飞往旧金山的VX865客机 23号因为在空中撞到飞鸟而紧急返航 维珍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说 机长宣布启动紧急程序后 客机继续保持正常飞行 乘客和机所人员的安全没有任何问题 客机在丹佛机场安全着陆 地形人员随后对客机进行了检查 但并未透露VX865航班返航客机上具体的乘客人数 目前该公司已经安排其他客机搭载该航班乘客前往旧金山 据报道 在1995年至2015年之间 丹佛机场至少发生了5434起飞鸟撞击客机的情况 24日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了最新全国年度健康报告 这是美国政府观测和跟踪各种健康指标的重要依据 报告说 全年美国成年人吸烟率下降到15% 下降率达2% 是过去20多年来最快的年度下降率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 吸烟是美国最主要的致病原因之一 每年有48万美国人死于跟吸烟有关的疾病 至于为什么2015年吸烟率有大幅下降 以及是否还会持续加速下跌 目前还无法预测 调查显示 美国青少年中掀起使用电子烟的热潮 不过本月初 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管局宣布规定 未成年人被禁止购买各种香烟 包括传统香烟 电子烟 水烟烟草 烟斗烟草和尼古丁礁 近日 有百名中国留学生作弊被抓仪式在网上热传 并再度引起中国学生破坏美国大学校园学术诚信的争议 据报道 爱荷华大学多达百名中国留学生涉及请人带上课 以及请枪手带考试 严重违反该校规章 涉案留学生收到校方警告信 甚至已有学生因此被开除 爱荷华大学20号表示 校方会审查每个相关案件 并确定适当采取下一步措施 2009年之后 中国超越印度成为赴美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 然而中国留学生作弊 学术不诚实的例子越演越烈 据了解 美国学校把学生开除后 会主动报告移民局 留学生的学生签证将被作废 学生必须在15天内离境 否则可能会被在3年至5年内拒绝入境 而且还会连累家人入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一组来自中国两岸3D的短消息 北京疾控中心24号发布消息 北京市发现第二例输入性债卡病毒病例 患者是一名35岁的宋姓男子 北京丰台人 21号从南美玻利维亚乘飞机回国 当天自感不适发热 搬有皮疹 并有轻度骚痒 22号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入境时 患者主动向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 报告自身症状及旅行史 经检疫人员初步调查后 转送至医院住院治疗 目前病情平稳 北京市在本月15号发现了首例输入性债卡病例 香港金融发展局24号发表报告 建议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区内领先的绿色金融中心 另外 未提高香港银行业 抵御网络攻击的能力 维持银行体系稳定 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了网络防卫计划 该计划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网络防卫评估框架 让银行评估自身的风险程度 以及内部有没有与有关风险相匹配的网络防御能力 第二是推动专业培训计划 培养合资格的专业人员 第三是建立网络风险资讯共享平台 另外 香港金融发展局的报告指出 目前全球为减少碳排放 每年都需要在绿色项目上 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而目前内地在绿色金融方面占有领导地位 香港拥有庞大的发展机遇 日前引发台日渔权争议的冲之岛礁案 民进党政府有意弃守立场 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引发关注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个人网站上批评 民进党自私立场 对于日本霸道无理的行为 台湾应该要坚定捍卫渔权 而国民党中央24号召开记者会 批评新政府有意讨好日本 在争议问题上松动 切守渔权 国民党立员党团也火力全开 无法接受民进党在对日关系上 自动缴械 民进党立委也认为 蔡英文政府在冲之岛礁的争议上 转变太快 不断退守底线 将不利于后续的台日协商谈判 而马英九办公室发出声明 期待新政府能以台湾尊严和渔民的生计 做出最妥事的处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给您带来财经和社区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感谢回来财经方便的消息 美国股市稳步上扬 道指路德今年三月以来 最大的单日升幅 市场消化了美联储 可能很快加息的可能性 科技股及银行股急升提振大势 纳指涨幅更是达到了2% 我们来看星期二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二早时开盘就呈现上升高开 全天都是高位盘整 市场人士呢 现在已经似乎对联储局在6月份提息 或者是在今年晚些时候 多次提息的这个利空已经出境 所以星期二有些趁低入场买盘 技术上面的炒作 同时也有经济数据支持 星期二公布的4月份的新屋销售 大幅跳升16.6% 是24年以来最高的单月升幅 达到8年的高位 所以对房地产市场相关的类股 是有一定的支持 同时呢 Tall Brothers是豪华屋修建商 也是公布业绩盈利和前景 都双双超好 所以在当地上升超过8% 另外在星期二带领大市出现 明显走强的是两大实业型的类股 一个就是金融银行类股 另外一个就是科技型类股 金融银行类股被市场人士解读为 是联储如果提高利率的话 对今后的金融银行的盈利 是一个肯定加分的因素 另外从债券市场的交易 也可以看出来呢 市场开始在做投资的整合 同时美元汇价也出现 一个小幅的上升 有券商表示 美股是不是能够 持续的上升的走势 还要看接下来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和美国股票市场走势的 技术的支撑线和阻力线 能不能近期有所突破 那么星期二 华尔街股票市场 还是开高走高 投资人士审慎乐观 等待进一步的 联储调息的迹象出台 以上是星期二 情况 凤红一时庞哲 纽约报道 一起再来收看 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关注一下社区新闻 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2016年会 继博雅北美创业盛典 近日在洛杉矶盛大举行 全天活动由博雅论坛创业公开赛 贵宾招待五宴 博雅北美创业大赛 和年会继创业大赛颁奖典礼四部分组成 超过500人次的北大校友 北大之友及各界来宾参加了此次活动 刚出校门的年轻人 也要创新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我们希望不管是在校的 还是刚走向社会的青年学子都要重视自己 这种创新能力的培养 当天十支初创团队经过严格的初赛和复赛筛选 最终晋级了决赛 每个团队有十分钟的录演时间向评委和观众展示自己的项目 经过激烈的角逐 由诗文点博士团队开发的Cylochip 一滴血检测技术 最终摘得博雅杯创业大赛冠军 我们做的是希望把血液检测做得非常简单 就跟量体温这样很方便 一滴直血两分钟就能把常用的检测做完 校友会学累会长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王雷副总领事 麦克阿瑟奖获得者 传奇数学家张艺堂等学界 政界代表出席年会并做了主题演讲 我们不是说想做一个一过性的创业大赛 做完了就完了 而是说想实实在在的 切切实实的能够帮助他们 学累会长表示 希望通过创业讲座 创业沙龙和博雅创业大赛等活动 积极的推动 鼓励和帮助更多海外华人创新创业 凤凰卫视陆梦 钱力涛 洛杉矶报道 另外近日宁波市美国创新孵化器 继赛方德创投基金开幕典礼 也在洛杉矶成功举办 在开幕典礼上 浙江省宁波市组织部部长杨丽萍表示 宁波希望能为海外创业者提供妈妈式的服务 帮助年轻一代创业者达成梦想 来自中美的政府 企业代表共同为宁波市美国创新孵化器揭牌 宣布孵化器与基金正式落地 本着走出去带回来的想法 宁波美国孵化器的建立 旨在引进高端创业人才 高端科技创新项目 这也是宁波城市发展的重点目标之一 浙江塞伯勒总裁兼创始合伙人陈斌表示 选择在洛杉矶开展创投基金业务 是经过多方考量的 希望宁波工商界能够在洛杉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积极展开有利于中美双方的经贸与科技合作 创新孵化器落后在洛杉矶 那么主要的精神是希望通过洛杉矶这个窗口 能够和美国的很多高科技企业能够同步 能够了解学学他们最新的一些技术 能够通过去投资 能够和他们这个共同来成长 孵化器重点关注的行业将主要包括新材料 新能源 新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等领域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科技组参赞 吕先智则表示 由于创业成本地理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性 洛杉矶已经越来越引起高科技产业创投基金的关注 活动当日 五家初创企业做了项目演示 现场也进行了VR虚拟现实在线直播 凤凰卫视英明洛杉矶报道 现在来看一下全球未来24小时的天际概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女孩子安心追求梦想 中国东方航空全新起航 静候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